大家好 在今天北部的朋友 感受到有點風 有點雨 降雨的狀況 以新竹以北比較明顯 對於中南部的朋友來說 海邊的陣風略微的偏大 天空當中雲層多 但卻沒有下雨的狀況 因為颱風目前在我們台北的 正東方約470公里的海面上 一天的時間過去了 在這一天當中 它的距離都差不多是這樣距離 因為它移動的速度非常的緩慢 我們就用雷達來告訴大家 現在目前這個時候 外海進來的水氣怎麼樣的分布了 先注意到北風吹了進來 外海的水氣帶了進入 而造成了現在有些雲帶 通過了新竹 通過了苗栗 有些局部的真雨狀況出現 北台灣時而有些真雨的狀況 當雲層一離開之後 雨的部分停了 甚至連地都乾了 但是外海的對流的這些雲層 最主要就是颱風外圍環流的雲層 但我們從這張雷達再往東看過去 可以看到這裡是石原島 這裡是宮古島 我們看到颱風的眼已經清晰可見 可是你可以注意 我畫了一個標尺出來 你可以注意到 這個颱風眼一直在轉 但是一直都停在這個地方 因為目前它的中心幾乎是屬於 一個近似滯流的狀況 移動的速度往西 有點偏西北的方向 每小時只有8降到5公里的速度 在前進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雷達上面已經開始遠端 可以照射到颱風頂的部分 現在這個時候的整個 雲層的發展來說 最主要還是在它的環流結構體上面 再來我們先來看雨量了 雨量的部分在今天 因為吹著北風下來 剛剛大家從雷達也可以看到 雷達的波在山區的部分呈現明顯 所以可以看到新竹的山區的部分 有到達了269毫米以上的降雨 在局部的五峰的等山區 所以今天晚上這樣的降雨狀況 在北部地區的新竹 桃園 台北 基隆 宜蘭 這些山區部分都容易發展 還有一個陽明山地區 所以偏著北風帶進來降雨 在北部有中部地區 只有零星的陣雨 在剛剛傍晚的時候出現 另外東半部地區 也有些零星短暫雨 南部地區來說 只有雲層量偏多 微信雲圖上面我們可以注意到 目前今年的第六號 颱風煙花暴風半徑 現在它是200公里的暴風半徑 中心的風速 現在是40每秒 40公尺的中心風速 未來這個風速會往上增長一點 到45公尺 還有暴風半徑的部分 會略為的增大一點 到220公里的暴風半徑 移動的路徑跟方向 對於我們台灣的影響 可就很重要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目前氣象局 針對這颱風未來的整個走向 它的路徑圖上 怎麼樣的來做一個判斷 目前可以看到 未來的走向會緩慢的 朝著一個比較偏西北 之後有一點點偏西北西 再來就偏西北走 時間點到了明天的 禮拜五的傍晚的5點鐘的時候 它就到達石原島 跟宮古島中間的水道了 而到了這個水道之後 颱風移動的路徑跟方向 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目前因為導引流 很缺乏的關係 再加上大陸的高空場 300擺帕有個高壓場的存在 所以它整個移動的速度 慢的原因就在於 缺乏導引流 加上沒有辦法 往西的方向移動 所以現在它未來會逐漸的 朝著一個北北西的方向在走 所以也就朝北北西走之下 速度的部分預估 大約從明天晚上的時候 開始會有略微加快 加快的原因 當然跟北方的高壓有關了 高期壓的勢力到了 明天晚上的時候 它會略微的退縮 它退縮等於在東海這個地方 留了個空間出來 讓這颱風可以持續的 朝著一個北北西的方向移動 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注意到 到了明天晚上的時候 颱風的中心位置 就到達宮古跟石原島之間 再來你注意這一段 這一段上去速度就比較快 昨天如果你有注意我的氣象 我有跟大家講 如果是在我們的釣魚台 東邊的水道通過的話 相對的距離我們的陸地 就比較遠一些 雖然暴風半徑再來 會擴大到220公里 但以這個距離來算的話 暴風圈應該都會在海面上 通過的距離偏大 如果它持續這樣子比較偏北 那以時間來說 這個時間點就在週六了 週六的傍晚的時候 它已經到達了 釣魚台北方的海面 接著就會往浙江的方向再移動 那我們從未來的路徑 潛視圖上也可以看到 未來整個颱風的走向來說 它到了逐漸的接近到了 釣魚台北方的海面之後 再來禮拜天的時候 就會接近到浙江 不過到了禮拜天 進入浙江到上海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速度的方面又變得很慢了 為什麼 來 我們給大家看一個 日本氣象廳 在今天的高空場的地面圖 這個地面圖 是在300百帕的地面圖 300百帕的地面圖 高空場我們可以看到 南亞高壓的強度非常的強 因為高壓的存在 再加上太平洋高壓的存在 所以這個颱風的位置 它就在這個地方 而使得颱風本身的方向來說 就是因為被兩個高壓場 給堵住之下 所以造成了它 沒有辦法順利的移動 也就是對於我們的天氣系統來說 這幾天颱風的移動判斷來說 一直有所變化 就跟這兩個高壓場有關了 而未來的天氣系統來說 在明天 當颱風到了晚上以後 開始穩定朝著北北溪走的時候 這也就代表說 它開始要逐漸的遠離我們了 快的話到禮拜六的下午警報 就可以解除了海上警報 但要特別注意 南邊的水溪帶到了 它到浙江跟上海之後 水溪帶要拖了上來 禮拜天開始 西南季風場帶進來的水溪 大家不可以輕忽 來看溫度了 先來注意到降雨的形態來說 各地都要增多了 雨區行車提醒你特別注意安全 而東半部地區 只有零星的短暫雨 到了外島地區的降雨也會增多 未來一個禮拜來說 在降雨的形態來說 到了禮拜天以後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在於 中部以南地區的降雨狀況 可以持續有三 四天以上 嚴防南部地區會有好雨的狀況 在下個禮拜出現 小叮嚀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雨區行車注意安全 近海浪大 請你別靠近